每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,你我总是可以被这澎湃的旋律所吸引,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,我们现在所熟知歌曲的最后一句词是,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,而英特纳雄奈尔只是International的音译,为何这个词没有被准确的翻译,而且还成为了这百年不变的习惯,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? 在191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,还是学生的瞿秋白就已经对马克思的相关学说有过接触,知道了在千里之外的俄国进行了一场大革命,成立了第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国家,而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,各个团体也是只隔着纱窗看小路,这都让当时的瞿秋白感到十分的迷茫。 他一直都想亲自看看当时的俄国是何种面貌,是不是能给混沌的祖国带来一丝曙光。 1920年8月的时候,瞿秋白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,北京和上海的两家报社聘请他为通讯员,前往苏俄进行采访调查。 于是,在这年冬天的时候,瞿秋白终于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,踏上了这条梦寐以求的道路。 而《鹅香记成》一书就记录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。 书中提到,在10月25日的时候,瞿秋白在一位朋友的邀请下,参加了他们举行的一次庆祝大会。 在宣布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,大家的情绪都十分激动,紧接着共同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。 这是瞿秋白首次听到这首歌曲,振奋人心的歌词和旋律回荡在心中,让他充分感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力量。 当瞿秋白第一次见到列宁真人的时候,他再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。 书中提到,每当列宁发表演讲的时候,整个会场都被挤得水泄不通, 他的身影映射到后面激昂的标语上,让瞿秋白真正认识到这个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人是多么伟大。 瞿秋白被这一切深深地感染了,他也亲眼见证了在这个新国家里,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, 也让他学习到了不曾见过的思想。 这一切都使瞿秋白更加坚信,只有这条路才能给国人带来真正的幸福。 1922年12月21日,瞿秋白正式返回祖国,并且在陈独秀的邀请下进行工作。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道路,再也不是那个迷茫而不甘的少年了。 当瞿秋白看到那些被列强欺辱的工人们,看到那些深受军阀战乱侵害的百姓们,那首激昂的曲子又回荡在他的脑海中。 1923年6月15日,瞿秋白所翻译的国际歌在星期年上正式发表,所有的词都经过了仔细思量, 唯独international一词被他翻译成了international,其实徐秋白当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 他说这个翻译歌词声调相同,唱起来之后一语同声,让人感到世界大同。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唱国际歌,但由于地域文化等诸多不同,所以歌词也很难做到统一。 但唯有唱到最后的international诗,那些受尽苦难的中国百姓,却能用international语与世界共鸣。 这种牢不可破的羁绊,能让全世界的人携手战斗,拥有共同打倒敌人的无穷力量,而这也正是徐秋白一直寻找的革命之路。 在之后的时间,徐秋白发表了大量文章,介绍和号召人们一起革命战斗,他还领导了各种工人运动, 最后被成功选为继陈独秀之后的最高领导。 1934年10月,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,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, 而徐秋白因为身患恶疾被留在了瑞金,坚持与敌人进行游击作战。 1935年2月的时候,徐秋白的身体每况愈下,首长得之后也是立即做出了行动, 准备先把他送去香港,然后转往上海。 可就在2月24日那一天,徐秋白的队伍不幸被敌人发现, 虽然他组织多次突围,但始终没有成功,最后被抓了起来。 然而,当时这些敌人并没有认出徐秋白,但无奈后来队伍中出现了可恶的叛徒。 1935年6月18日,徐秋白唱了最后一次国际歌后,在罗汉岭英勇就义,年仅36岁。 这首国际歌贯穿了徐秋白的一生,是他战斗生涯最忠实的伙伴。 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,国际歌被翻译出了很多版本, 但绝大多数译词的最后一句都是徐秋白当年留下的英特纳雄纳尔。 不管来自何处,说何种语言,你都可以唱着国际歌找到战友和同志, 这就是他赋予你的强大力量。 如果您喜欢,请点赞关注。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,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 这里是史料笔记,每天会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